是这样的,自从去年解锁了Lulu会找东西这项技能后 他就帮我在家里的花盆里 墙壁的挂画上 还有水果里收缴了大量男朋友藏的私房钱 新的一年随着他找钱技能的不断加强 我们的业务甚至拓展到了爸妈家里 收缴了我爸藏了二十几年的私房钱 更离谱的是,还有粉丝慕名而来请Lulu去他家找私房钱 与Lulu在过去一年里不辞辛苦的工作 到最后终于让我过上了富贵生活 为了表扬你去年认真工作 年终奖妈妈直接奖励了一套美团外卖新年限定猫豪宅 再来贴个对联 新的一年咱们藏满凉风罐头多 爱妈在家好吃喝 Lulu新的一年也要继续加油哦 帮妈妈多早点出来 好嘞 大家都知道我家养了两只特别黑的猫 每天我的时间都是在找猫中度过的 我尝试了各种找猫办法都已失败告终 直到最近这个难题终于被我攻破了 我发现只要给他们打扮得勾亮眼 白天不管他俩走了哪都能一眼找到 晚上也不担心我还给他们盯制了发光衣服 嘶嘶笑过 你怎么在这儿吓我一跳 你这么大个滑蝴蝶看你还往哪跑 王小鹿又去哪了呢 你这小龟跑得还挺快 叫你慢点跑 你上完厕所把猫虾都弄地上了 还好我在京东家店买了这个 打扫完就能实现饺子自由搞定家务 年会节期间打开京东搜新春大小厨 就能直到活动会场 还有三四天免费试用 plus会员赏1420元大额补贴券呢 你俩好待着我可要睡觉了 什么情况 大家都知道我家猫特别会找男朋友的私房钱 奇怪的是最近男朋友每次出门 露露都会对着他叫 我打开定位发现他去了以前住过的老房子里 于是我赶紧带着露露过去准备一探究竟 侦探小猫出动 王小鹿这是米不是猫杀 你别在那里拔吧 哎 继续搜寻行动 玩什么呢 你小心点 别把花瓶都碎了 怎么搞的 都让你小心点了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王小鹿 你又把我妈找到好多 这个帕特的兔个啥礼盒就展示给你了 里面有好吃的兔肉猫粮和罐头 盒子还能变成猫窝 超级可爱的 正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 你给我站住 老实交代 抱这个东西过来干嘛呢 回归碎碎的 是这样的 之前我家猫帮我找到了一大笔男朋友藏的私房钱 因此他们的关系也变得特别紧张 正好男朋友要回家几天 于是我打算让鹿鹿趁着这段时间再创辉煌 王小鹿你慢点跑 谁会把钱藏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显然 我高估了他的智商 这儿又有啥问题吗 一直闻来闻去的 不就是块普通的肥皂吗 豆豆 难道这里面的都是 你也太厉害了 找了这么多 拿着钱我去买我爱吃的必胜客 在抖音下单必胜客周边套餐还能get某些某种周边呢 露露你穿这个真像服务员 你能再给我来分私房钱套餐吗 交给我吧 你可是叫啥呢 不会就下面也有吧 大家都知道我家有两只拥有仅仅仅仅体质的黑猫 他们不仅帮我抽中作一套房 而且还给身边的人传递了很多好运 前两天朋友让波波帮忙预测足球比赛 没想到居然真的猜中了 刚好我花五百买了几个快递盲盒 今天就来看看他俩能不能开出好东西 我先来试试这个大的肯定能开出好的 嗯 怎么还有个盒子 这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 想劈吃 肯定是我感冒了手续才这么抽 王小卢你来试试 这么小个盒子能有啥 感冒0 卢卢你太0了吧 我正好需要这个 接下来让王小波试一试 你怎么选了个这么破的盒子 这里面怎么可能有 王小波你太厉害了吧 这一下就回本了 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快来细细哦起 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好事发生哦